下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 揉力球规定套路的第二套技术内容 下面我们来学习第一节 左右扰翻 左右扰翻是在我们身体的右侧和左侧 完成了一个360度的扰环 它有向前三步移动加一个横跨步 还有向后三步移动 接一个横跨步 注意它的移动一定要轻起轻落 点起点落 重心要平稳连贯 脚下要扎实要稳定 移动要跟进脚步 然后随时向前迈出 大家现在来看我做一下示范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下面我们来学习第二节 第二节 头上平绕 头上平绕是在我们头上完成一个水平方向的环绕 一定要要注意使用腰来带动作用腰来带动身体来画出这个圆 动作要完整 动作要完整连贯 大家看我做一遍吃饭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下面我们来学习第三节 正反绕翻 正反绕翻是在我们体前完成一个顺时针和逆时针的环绕 这个跟我们所熟悉的太极拳中的云手非常相似 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两个云手一定要连贯完整 协调自然 画出的圆要饱满 圆润 大家看我做一下示范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三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四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下面我们来学习第四节 百翻转体 百翻转体呢 是利用我们身体的重轴和施转轴 完成了水平方向和侧向的旋转运动 我们在做这个运动时呢 一定要注意控制你的旋转轴 身体呢 要下沉 动作要平稳 大家看我做一下示范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三 二 三 三 四 五 六 七 七 八 四 二 三 三 四 五 六 七 七 八 下面我们来学习第五节 正反抛翻 正反抛翻呢 是在我们体前完成了一个顺势针方向的抛接和逆势针方向的抛接 另外在抛接以后呢 要有一个在体前的扰环 这个扰环和抛接都要连贯完整 在环中绕 绕中翻 一定要注意整个动作要自然流畅 大家看我做一遍示范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三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四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下面我们来学习第六节 身后抛接 身后抛接呢 就是在我们身后完成的抛接动作 这些动作呢 一定要用力要完整 连贯 上下相随 一气合成 那一定注意不要有手腕和走关节的发力动作 再一个呢 就是我们前两个八拍呢 是转体九十度来完成抛接动作 后两个八拍呢 是转体一百八十度完成抛接动作 隧憋 后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 二 三 四 五 6 7 8 4 2 3 4 5 6 7 8 下面我们来学习第七节 公步绕翻 公步绕翻是在我们的体前和体侧 完成的正绕翻和反绕翻 做这个动作时 一定要注意用力要上下相随 连绵不断 用力要完整有力 大家看我做一下示范 1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4 2 3 4 5 6 7 6 7 8 8 8 9 9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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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字形的丸状运动 做这个运动时一定要注意 也是动作要上下相垂 连贯自然 用力一定要由腿到腰来带动四肢完成 一定要浑圆完整 大家看我做一遍示范 1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 停 揉力球第二套规定动作的学习就到这里了 下面环是由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 和贵州省洗水县的揉力球代表队 给大家进行第二套规定动作的演示 现在开始做第二套揉力球规定套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非常亲厉害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每个追 199 Mohamme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